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应该是我拍这个 极简系列的那个 collection的应该是最后一集了吧 因为我之前有听 就是有看到留言 小伙伴想看我的文具合集 我的首饰合集 还有就是我的护肤品合集 所以今天呢我就准备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有哪些护肤品 我记得好像还有个小伙伴留言说 想要看我的大衣有 就是我的外套 现在目前穿的外套有哪些 但是这个因为外套数量比较少嘛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要拍一个这样的视频 因为就没几件 反正到时候再决定吧 或者你们还有什么想要看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那今天我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有哪些护肤品 主要是因为我的护肤品比较少 所以我应该会把我的护肤品和我的日用品 合在一起跟大家介绍 那好 那我们就从右往左 从左往右吧 跟大家一直介绍一下 这个呢就是 那个我老公的同事是去捷克旅游 然后这个牌子应该是这边 那边捷克比较有名的一个牌子吧 因为我朋友去旅游的时候 也给我带了这个牌子的那个润唇膏 所以对 所以他就给了我们一个润唇膏 还给了我一个那个护手霜 然后这个润唇膏呢 是我老公在用 就是我没有用 因为我有那个彩色润唇膏嘛 所以我就不需要涂这个润唇膏了 但是据我自己的观察 其实我老公每年冬天虽然都涂润唇膏 但是到夏天为止 他都没有办法用完一支润唇膏 所以说就是既然有朋友送他一支润唇膏 我就没有必要再给他再买了 因为一年一支他也用不完嘛 就是我觉得这样的话就 就正好就用 用到夏天就直接把它丢掉就可以了 这个呢就是那个护手霜 然后这个护手霜是 因为我我老公的朋友是九月份去捷克旅游的嘛 那时候我正好是在国内 所以这个护手霜大部分都是我老公用完的 就是然后我回来之后也跟着他一起用 我这边所有的护肤品都是我跟我老公一起用的 就是不存在说这个我老公和我是分开用护肤品的 就是这样 然后说完这个之后呢 就是这个 这个杯子呢 就是一个以前我朋友送给我的一个香薰蜡烛 然后点完之后我把里面洗干净了 然后现在就放这个牙刷 还有这个洗牙机 我以前是用那个Hello Kitty那个小的那个茶杯来放的 但是我后来发觉就是好像用这个放会更加好点 所以我把那个茶杯洗干净就放在厨房 就是客人过来可以喝啊 或者我自己可以喝一下 然后这边就用那个香风蜡烛的那个这个托来放 我觉得这个大奖是真正好好的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电动牙刷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洗牙机 然后这个电动牙刷 他可以发现跟我去年的电动牙刷已经不是一个了 是因为我们家电动牙刷坏了 所以呢就是我们又买了新的电动牙刷 之前我们买的那个电动牙刷呢是比较高级的 可以看到这个就相对来说比较基本款一些 之前那个是有那个美白还有就清洁有两个档的 现在就没有 是因为我觉得从我去年 不从我两年前买那个电动牙刷的使用情况来看的话 好像我和我老公都只会用清洁款 他根本我们不会用那个美白款的 所以既然这样呢还不买个最基本的款式 价格也便宜一些对吧 然后这个呢是他一盒里面是有两只的 就是他是他一盒里面两只装的价格比那个单一买这一只的价格还要便宜 因为好像是搞一个促销礼盒什么的 所以我就一盒里面买了两只 但是我和我老公现在只用一只 是因为之前我们也是买一只电动牙刷两个人一起用的嘛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话还是照样就是 就是两个人用一只牙刷 然后还有就我就把它放起来 等这只用坏了 然后再把那只拿上来拿过来替换 还有就是以前因为我们我和我老公是两个人共同用一个电动牙刷的 所以如果我回国或者我老公出差的话 就面临着有一个人要用电动牙刷 有一个人只能够用回原来的那种 就是普通的那种牙刷 所以这次有两个我觉得还有个好处就是万一有人要出差或者怎么样 两个人不是一起行动的话 那那只牙刷就可以给出差的那个人带回去用 就不会说对吧 因为只有一只牙刷 所以还有一个人就没有办法用电动牙刷 然后这个呢就是洗牙机 这个是去年生日的时候买的生日礼物 对 但是其实这只已经是新的了 之前我生日礼物的那个已经坏掉了 然后这边有个故事就是 因为我这个东西坏掉的时候是没有买一年保质期的 而我那张发票是留着的 就是我买一些电器的一些发票呢 我留下来之后我都把它会那个钉在那个 我不是客厅有个那个板的吗 一个木头的板上面就这样钉着 所以就以防就万一有东西在一年之内或者几个礼拜就坏掉了 我可以去换 所以当时这个东西坏掉之后呢 我老公就从那木板上面把那个之前那个发票就拿下来之后 就去那个商店里面去叫他们修一下嘛 然后没有想到就是他们就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洗牙机 然后我就觉得说真的是很不错 所以如果你也有买一些电器啊或怎么样 那个发票就是可以保留着 就保留个一年这样子 或者你也可以跟我一样买一块木板 就钉在那个发票就钉在上面就可以了 对吧 等到过了一年之后反正也没有保修啊什么了 你再把它丢掉 也是一种选择对吧 然后之后呢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先看这个吧 这个呢就是那个七老师的这个精华 这个精华不是我买的是我朋友送给我的 因为他用这款精华就是制豆 就是每次用他都会发豆豆 所以他不敢用了 所以他就说要不你试试看 因为我是干皮嘛 所以我用的话就真的就不怎么知道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那个 叫什么 洗面奶和我的那个卸妆油 之前我买的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是我九月份的时候我刚买了 两个Dior的那个卸妆油和洗面奶 那两个真的特别好用 但是为什么我买了新的呢 是因为我把它带回去之后 我老妈她说她要用 她让我不要带回来 她要继续接着往下用 那我说那好吧 那所以我就给我妈用了 然后我回来的就是 就是在飞机场不是那边是有免税的吗 所以我就重新买了新的 那我想我已经试过那个了 所以我想试试看这两个是不是好用 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牌子 反正没有彩雷吧 这个挺好用的 这个真的挺好用的 然后这个的话就还好 我觉得这个相比的话 我觉得还是Dior的那款那个洗面奶更好 因为大概我比较喜欢泡沫的那种 价格都不贵 我在机场买的话 我忘记它确切是多少钱了 因为我买了这两个 我还买了一瓶酒 一共用了76欧 所以如果去除掉那瓶酒的价格10欧 那就是这两样加在一起就是66欧 所以是三十几欧 大概一样东西吧 所以这个价格是我比较能够接受那个价格 然后最后呢就是我的面油 这个呢是一个风蓝的一个牌子 它比较的便宜吧 大概也就10欧这样子 10欧11欧12欧吧 我忘记具体价格了 然后就我自己的护肤 因为我跟我老公是一起用护肤品的嘛 我不是一个对护肤品特别着迷的一个人 所以对我而言就是有的时候买买便宜的 有时候买买贵的 就这样子 然后最贵也不会超过50欧这样 对就是这个样子 五六十欧都就就是我不会去买一百多块钱的 就目前为止 我不会去买一百多欧的这个护肤品 也许将来对我会买 但是目前就就我觉得 嗯我还要需要再考虑考虑吧 这个也没有什么对错吧 就是每个人对于 东西的这个兴趣爱好不一样 心理所承受的范围也不太一样而已 就仅此而已 之后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那个百落油嘛 其实这个就是 嗯我之前不是我觉得我应该需要这个百落油去涂我的肚子嘛 我没有想到对那是一次非常失败的备孕这样子 所以那这个东西也不能浪费嘛 所以我现在就当那个身体油在那边涂 所以我今年应该是不会买那个 就是那个叫什么 那个身体乳了嘛 因为如果我买了身体乳 我势必就不会用这个了 那这个不就浪费了嘛 所以就是就不买身体乳 如果你觉得皮肤哪里干燥什么 我直接就用这个涂 我希望他可以 对用完这样子 或许在没有用完之前 也许我又怀孕了呢 对吧 就是这样 然后就是这个里面 这里面就是我的那个脸的那个按摩的那个东西 然后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无印良品的那个 我不是买了一个加湿器嘛 它有一个清洁刷的 就是可以清洁那个那个加湿器里面的那个鸡脚嘎啦的地方 所以就是这个 然后就是我的发夹 这个也是我的发夹 我就不拿出 这个也是我的发夹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橡皮筋了 我这次回上海 我买了新的头绳 所以就把之前的旧的头绳就 就留在上海 就没有带回来 一个是这个 还有一个在我的这个头发上 我一公买了三个 这次 给大家看一下 还有一个就这个 还有一个在我头上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那个隐形眼镜的这个 这个盒子 这个是全新的 没有用过 我因为我现在都是用日炮的隐形眼镜嘛 所以其实不需要用这个东西的 但是就以防万一嘛 所以就就放着 然后这个就是我这个里面的东西 然后之后呢 就是这个我的那个牙膏 对 然后就是我老公的那个 T恤刀 好 这个就是我所有的 这个就是我所有的护肤品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那个洗漱日用品吧 然后 这边就是我的两个这个 欧书丹的那个小样嘛 我想试试看味道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一盒里面的两 一个护手霜和一个沐浴露 我送给我朋友了 因为他说他想要试试看这个味道嘛 所以我就就送给他了这样 也很方便 然后这边呢就是我的洗发水 我现在用的是 这个牌子的洗发水 对 然后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护发素 是因为我 洗发水用的多 护发素用的少 所以就是导致我一瓶 这瓶 洗发水用完了之后 护发素还没有用完 那我就再买个瓶洗发水 然后接着用配搭配这个护发素 总归有一天这个护发素 可以被我给用完的 我大概是两瓶洗发水 用两瓶洗发水 兑一瓶护发素 就是当我用完两瓶洗发水的时候 我一瓶护发素正好可以用完 大概就这个使用量 因为我有的时候 会想到用护发素 有的时候就会忘记 或者太懒 我就不想用护发素 我就不用了 所以大概就两瓶兑一瓶 这样子的使用量 好了 这个就是我所有的产品了 那就希望这个视频 大家可以看得还开心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